太阳升上来 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 敬畏点评 今天是2023年的9月11号 星期一 当然一讲到9月11号 就让我们想到2001年的911 当然今天咱们就不谈911 因为911实际上之后的世界 起到了巨大的变化 当然美国的中东战争 到今天的中美竞争 都跟911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今天想跟各位来谈的是在华为 这个等于算是震撼美国之后 不管是手机 还有咱们昨天讲的华为造车这件事情 我觉得华为汽车是早晚的事情 对不对 人在非子讲五年 对不对 不代表五年之后还不造车 那中国汽车将来取代 这个所谓的现在之前的这种属于这种像这种通讯什么这些产业一定会领先 那半导体将来也是一个趋势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大飞机 那中国的有雄心壮志 C919这个从无到有 这个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 现在已经看到 大概已经拿到将近超过一千架的订单 那当然这个西方始终认为 C919不是百分之百中国制造 这个全世界其实说穿了 任何航空公司的东西也都是这样 不管波音空八 他的发动机都不是他自己做的 都是其他的 对不对 什么普惠 那个Ross Roy这些 这些或奇异 什么他们的发动机 也没有波音发动机 也没空八发动机 那回头讲 这个当然倒不是去争辩 这个到底是多少 但是这是一份决心 我觉得中国人的决心就是 我们虽然不行 但是我们努力 我总有一天 我会跑上去 就像那个归途赛跑 你跑得快 但是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总有到 所以C919今天能有这样的成绩 这个让西方很多人都闭嘴了 说真的 这真的很重要 闭嘴 但是C919并不代表中国 就到此为止 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任务 那后面还有更大挑战 各位应该还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跟俄罗斯提了一个叫做 CR929 不是919 是929大飞机 那这个大飞机呢 当时是在2016年的6月25号 那在习近平跟这个普京的见证之下呢 这个等于中国商飞跟俄罗斯航空啊 他们就签了签了一个约 后来在2017年呢 在上海就成立一个叫 中国级俄罗斯商业飞机公司啊 那简单讲叫中俄商飞吧 不能叫中国商飞 叫中俄商飞 商飞 那做什么呢 做大客机啊 那大客机呢 代码是CR929啊 有三种款式 第一500型呢 可以做250个人 飞14000公里 那第二型叫600型 大一点啊 可以做280个人啊 飞12000公里 那另外呢 还有家常型的700型 可以做到320个人啊 飞1万公里 那整个来讲目标是针对波音的787 还有空8的330340的市场 当然当年呢 是一个很好的构想 就是两边的合作嘛 那不能否认俄罗斯的这个航空技术啊 过去有造大飞机的经验 比中国多了啊 那像什么一流生这家 设计局里面做过很多款 那当然呢 在这个设计开始 就是要决定这个合作之后 就要讲设计了 那在设计的过程中啊 当然呢 这个大飞机跟C919 就是两个理念啊 那大飞机是一般都是 四个发动机啊 那或者如果你这个推力够啊 两个大的发动机 那机身的设计啊 如何又如何 但是据说开始之后啊 俄罗斯啊 这边就稍稍想留一手啊 对于这个在两边谈判的过程中呢 这常常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啊 中方当然也是全力配合了 那中方啊 这个当时协议是两边合资啊 200亿 那俄方的想法呢 是他在计数股啊 这200亿里面有计数股 因为呢这个俄罗斯就说 我当年啊 有设计过一个一流声设计局啊 设计过一个叫一流声啊 86啊 这个算是 这个比较大型的飞机啊 我们的机身啊 就用当时的设计 这个中国一想不对啊 这个一流声啊 86这架飞机啊 中国当年也买过什么新疆航空啊 也买过俄罗斯的飞机 但这架飞机啊 有点有点怎么讲 老掉牙啊 可以说是中古世纪的设计啊 怎么说 因为在70年代 那俄罗斯啊 慢慢这个也希望呢 跟西方啊 有一些竞争 他也在造大飞机 当时就找一流声设计局啊 说我们要做一个 就是333啊 这个三排三排三排 双走道大飞机啊 那当然呢 一流声设计局啊 就设计 刚开始啊 又用那种传统的梯形啊 那种梯形的这个尾舵方向舵啊 引擎放在最后面 但是设计了半天 因为飞机太大 你这个整个控制啊 不稳定 后来又改回来吧 就跟这个 又回到比较西方的设计啊 就是传统的飞机设计啊 那引擎就移到翅膀底下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当时的设计啊 是因为考虑到 当时的整个苏联境内 还有他的这些附庸国啊 基本上在机场没有空桥 所有的飞机呢 降落以后就停在跑道 这个乘客呢 就从飞机上要走下来 然后上接驳车啊 到这个航站大楼 那当然呢 在设计的时候呢 为了让这个 这个连这个这个楼梯啊 一般你看如果你停在 这个所谓就是机场嘛 对不对 乘客要上飞机 是不是要有部车子 把那个梯子运过来 他说他的设计啊 连这个都不要 自带楼梯 但是自带楼梯带在哪 带在楼下 下沉啊 有三个地方两边 都有可以放六个楼梯下来 三个三个六个楼梯啊 那干嘛呢 乘客登机 登机之后呢 等于在下面的货舱的位置啊 然后呢 再走楼梯到二楼 你看那时候就很厉害嘛 对不对 可以上楼 对不对 到楼上 楼上是客舱 楼下是货舱 但是呢 上飞机从楼下走 跟中国现在 所有的机场不一样啊 中国现在哪一个机场 没有空桥 对不对 你下面开了六个门 这个机身设计啊 不是说你今天 把门封了就封了啊 他整个设计到什么楼梯 结构 那个牵移法动全身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那中国就说 这个不符合 将来我第一 我自己用 不合适嘛 对不对 那第二 我要走国际市场啊 对不对 要有竞争力 要有订单 如果我们今天光做了自己用 那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嘛 200亿干嘛呢 我们要跟空八波音竞争 要拿到出手 像至少C919 拿到出去啊 对不对 我们可以出去跟人家竞争 这个你一定要有新的设计 全新的设计 那俄罗斯就不愿意啊 对不对 他就觉得说 我拿这个一流生啊 86的这个就抵这个技术股嘛 就进来了啊 就想这样做 他认为啊 俄罗斯的想法是说 我们这架飞机啊 你用 我用 然后东欧国家用 非洲国家用 南美国家用 够了 大家都没什么空桥 对不对 就够了啊 这个如果你不要用 你就走上面嘛 下面门就封起来就好 那我的这些 很多地方的机场啊 还真的没空桥 对不对 所以还蛮实用的 非洲很多地方也没空桥啊 南美也没啊 对不对 所以啊 就这样啊 这个俄罗斯还蛮坚持的 中国说意思啊 我们啊 这个 这个机身啊 一定要全新 进风洞 设计啊 这要花钱的 我们要做一个有竞争力的 但这一点 第一 双方啊 就有点 卡住了啊 第二个在谈判的时候呢 俄罗斯是希望啊 所有的这个设计的部分呢 我们俄罗斯操办啊 这个不需要你费心 我们有经验吗 我们坐大飞机 那个70年就开始做了 对不对 我们有一流生设计局 什么这些人才机器 我们做设计 你呢 做组装 那当然呢 怎么发动机的部分啊 航电的部分啊 我提供给你啊 这个也不符合中方的 想法啊 中方是希望呢 借着大飞机啊 拉动中国的工业 而不是搞了半天 跟组装一样 对不对 就这个组装 对中国的技术提升呢 非常的有限 顶多 俄罗斯说 那这样你做个翅膀 对不对 你做个尾翼 核心部分的机身 发动机 中国碰不上 碰不上对中国来讲 你永远学不到那个精华 简单讲就是没有技术转移了 因为俄罗斯的说法说 我当年跟印度合作 卖那个苏35 就是这样做 那印度也很高兴啊 也在这里开得高高兴兴的 对不对 就做了 但中国说 那个是军机 我这个是商用飞机 我的目的是要走向世界嘛 好了 那这个问题呢 就卡在这个地方 甚至呢 连中国的境内 这些飞机的数量什么 将来怎么拆账 俄罗斯有意见 对不对 中国当然说 如果这些飞机 我们外销 有一种拆账方式嘛 对不对 但如果我自己用 我自己用 你不能跟你分钱的 对不对 这有点不合理嘛 那俄罗斯说 我有技术啊什么 反正啊 这个中间就闹得都一直僵 从2017年公司成立到现在 大概在最近的这个李尚福啊 这个国防部长 去这个俄罗斯开会嘛 这个什么军事论坛 然后呢 实际上俄方就已经确定了 退出CR929计划 那换句话讲 中国将来就要 自己扛起责任 做这个C929了 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也是好事 因为回头去讲 这么长一段时间啊 这个从2017年到现在 有一点原地打转 对不对 原地打转 而慢慢的呢 这个最后看得出来 实际上双方的理想 是有差距的啊 当然我觉得 这个有两种讲法 有些人说呢 这个俄罗斯人啊 很狡猾啊 但你回头去想 如果你今天是个俄罗斯人 看到今天的中国发展 你怕不怕呀 对不对 就连美国都被华为打懵了 俄罗斯人啊 对啊 没有错 跟中国是背靠背的 这个战略伙伴 但是啊 还是怕得要死 因为我们不要讲别的 你光看最近啊 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后 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啊 这个增长非常快 增长非常快 我们光是看到呢 在今年初啊 到现在两国贸易啊 增长了13.3% 达到了1551个亿 这个就是很快啊 速度很快 当然当时想说 希望明年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呢 能突破2000亿 这个大关嘛 那当然呢 这个大家都认为 是不是中国跟俄罗斯啊 买了很多很多石油 所以呢 贸易额上升 哦 这个只是之一啊 怎么样 怎么讲 我们要看这个详细数字啊 不能猜 不能猜 我就去查 查了半天就发现呢 这个等于算是 俄罗斯对华贸易增长了多少 这个三十三十二个percent 增长三十二个percent 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增长了多少 63.2个percent 更牛吧 对不对 一倍 那为什么呢 好 因为俄罗斯遭到经济制裁 那这个就是因为俄乌冲突嘛 那开始呢 这个缺东西了 缺东西 就从中国进口 那从各种商业的 这个合作方式 什么交通工具 这个电信产业啊 甚至消费电子产品 那更不要说这些都单价比较高 最厉害的是 中国汽车 中国汽车这两年啊 这个造得好 对不对 不管电动的汽油的柴油的什么 都很好 油电的都可以啊 好 那基本上当然汽油车 占大部分啊 因为俄罗斯呢 这个原来都是 除了自己做也跟欧洲买车 那因为这个制裁之后呢 就没了 没了以后原来在俄罗斯的车厂 这些西方车厂也都走了 好 那你还是有市场需要嘛 对不对 你起义人这个车子 还是要用啊 好 中国市场的汽车 开始暴涨 中国汽车在 俄罗斯的销售量 光是今年的一月到六月啊 增长了百分之五百四十三个percent 五百四十三个percent的概念 那简直是卖到没车卖啊 到这个地步啊 那卖了多少钱呢 光是从今年的一月到六月 在俄罗斯汽车销售 四十六亿美元 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需要大卡车 商业车 对不对 轿车 SUV都需要啊 对不对 买中国车 而且中国车的性价比 就连这些俄罗斯人都说啊 比原来的西方车啊 还好啊 又便宜 性能又好 对不对 然后里面 哎呀比这些欧洲车啊 还好 对不对 所以中国车啊 大概占所有俄罗斯进口汽车 百分之七十 以前没有那么多 各位回头去想啊 这个新中国建立 我们不要讲太远 新中国建立之后 中国跟当年的苏联啊 那基本上一个是老大哥嘛 对不对 老大哥 那对中国来讲 那这个是小老弟嘛 那个老大哥 这个小老弟 那基本上呢 这个苏联人啊 对待中国 那不是很客气的 对不对 那讲讲不完呢 一大堆事情 那甚至 后来叫恶啊 那但是呢 中国呢 并没有因为 这个中苏交恶啊 中国就一绝不争 中国反而 还是继续跑 对不对 后来经济改革开放 现在一直成长成长 中国制造汽车 那比俄罗斯 强多了 理论上来讲 从当年的俄罗斯 后来的苏联 到现在的俄罗斯 他跟这个西方工业革命啊 发展的更早 那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样 那中国为什么会上来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嘛 就是态度的问题 态度的问题 总而言之 今天讲到这个点上 就看到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啊 非常的多 就连最近很多西方媒体 我都在看 关于啊 这一次呢 G20峰会 习近平没有参加 哎呀 那个简直是 简直是讲到 连习近平的健康都扯出来了 对不对 扯这个扯东扯西啊 就瞎扯一通啊 对不对 说中国要跟西方决裂了 中国准备怎么样怎么样 哎 人家李强是谁啊 啊 李强不是中国人啊 那李强去开G20就不算了 所以这些西方啊 就是一副啊 这种看不得这个别人好啊 总之来说呢 这个回到点上 不管我们刚刚讲的C C1929吧 对不对 甚至呢 未来这个十月份啊 马上一带一路 十周年了 普京已经放话了 要来中国开会啊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中国 跟过去的中国 不一样了 不再被人家欺负啊 被人家牵的鼻子走 时代过了 其实讲到这件事情啊 还要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 过去领导人啊 最想到这件事 就气炸了一件事情 对不对 就是当年啊 这个西伯利亚 安大县 这个石油管线 早在1996年的时候呢 当时的俄罗斯啊 就是跟中国啊 就说我们啊 把这个石油拉条管线 叫安大县 从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西伯利亚 拉到这个中国来 那在2002年的时候 普京访华 双方还签了协议 日本人一看不对劲呢 想俄罗斯的油 如果都卖给中国 对他们来讲呢 在战略上呢 极为不利 所以当时的首相 小泉纯伊朗啊 就跑了一趟莫斯科 见了普京 两个人吃饭的时候呢 小泉呢 就开出啊 丰厚条件 50亿美元的贷款 每一天 买你100万桶油 你把那个管线呢 不要给中国 拉到我 卖给我 对不对啊 反正呢 过海就运到日本 那普京听说 当时啊 心动了 对跟中国合作的安大线啊 有一天天呢 动摇啊 所以呢 当时答应日本啊 另外拉一条线 为了这件事情 当然中方抗议嘛 说你已经跟我讲好 要拉线对不对 后来俄罗斯 当然安抚中国说 哎呀哎呀 这个没问题 我会先做你的 再做他的 简直就是一个女儿 卖给两个人 对不对 要把嫁给两个 两个女婿啊 这个有点这个味道 那当然呢 后来也跟中国要钱嘛 说最近缺钱啊 怎么样 中国后来是在 答应啊 要贷款60亿的情况之下 这个安大线啊 才动工啊 就知道中国在那时候 当然此一时彼此了 因为毕竟 2002年跟今天 已经差了 20年前啊 的中国 那实力不一样了啦 那中国也知道呢 实际上中国心里很清楚 你看中国这些年啊 在全世界买石油 俄罗斯的石油比例不超过15% 听说这是中国 这个高层啊 拍板定案定的一件事情 说这个盟友 盟友啊 我们呢 不能百分之百的 这个太过信任啊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能源供应 要分散风险 俄罗斯最高上限 就是15% 对不对 哪天他拿窍不慢 不碍事 对不对 我还有很多 不同方向的能源 对不对 不会说被掐的脖子 人家说涨价 你说哦好吧 就乖乖的 对不对 在那一次教训呢 对中国来讲 也是好事 你看最近 对不对 不管任何事情 华为的封杀 对中国来讲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正面 我们都从正面的角度看 这是一次激励耶 对不对 如果没有芯片法案 中国也不要搞半导体产业啊 没有这个华为这个事情 对不对 华为不会做得更厉害 没有封杀华为的话 华为手机不会越来越牛嘛 对不对 他就买人家芯片 来做做就好了嘛 对不对 干嘛自己在那花那么大劲研发 这个都是什么 因为恶劣环境 让我们更加努力 那当然现在看得出来呢 美国这次去了G20峰会 为了拉拢印度 跟欧盟说 我们做一个叫中东航线 从印度出发 到这个欧洲 这个当然是要替代中国的 这个供应链嘛 让印度扮演 这个中国 扛起供应链的角色 那有供应链角色呢 我们叫有中东航线 这个有一天天啊 绕弯子 那理论上来讲 印度啊 如果真的成为这个所谓 世界供应链 世界工厂 他的货物啊 走海路走苏伊士运河 去欧洲 简简单单啊 对不对 那这个美国的倡议是这样 先海运 到沙特 然后做条铁路 到这个 穿到地中海 这边呢 再出去欧洲 这个有点绕弯嘛 你这个货轮啊 运到了这个 这个沙特 下来 走火车 再到了这个地中海 再上轮船 货轮再去欧洲 对不对 多费事啊 人家那个集装箱 一个一个船上几万个 那你走 卸上啊 这个都瞎折腾 我跟你讲 最后不了了之啊 但看得出来 这个美国要打造 美版一带一路 对不对 抄嘛 这也在抄中国的啊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的挑战呢 是非常的艰巨 如今的中国呢 在国际局势上呢 是逆风而行啊 当然呢 这个任何一个国家 方方面面呢 不可能实权实美啊 但是呢 对于各种杂音 我们应该呢 要分清楚啊 什么是什么一回事啊 不要呢 人云亦云 否则的话 自己啊 已经对自己的国家 如果没信心的话 你怎么走下去吗 那当然逆风而行的中国呢 将来可能挑战会更多啊 那我相信呢 这个也看得出来呢 这个应该中国做好了准备啊 大家也做好了准备 好吗 那当然这两天呢 看到中国南方地区啊 这个大水非常的严重啊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健康 好吗 当然还有这个摩洛哥的地震啊 也是令人啊 非常的遗憾啊 有那么多人不幸在天灾中遇害啊 我们真的希望世界和平 世界太平 好吗 那今天非常感恩各位的支持 也谢谢各位这些天呢 在下方留言给我的鼓励啊 那当然呢 我会继续加油 希望呢 能够这个带来更多的好新闻 个关心国际大事 那一定要锁定 敬畏点评哦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